来 现在我们来了 今天的早餐 土豆片加新肝囊 哈利已经摔黑了一大圈 给大家看看她的鼻子 这是什么东西 哈利 你这样提一下你的头发 我们刚刚已经在这里吃了一个早餐 哈利你快来 我们在这租了两个小小店驴 这会我们准备再去转一转 走吧 在拉萨的时候一定要租一个这样的小店驴 因为真的很方便 只要你有导航就行了 如果你要在这边就是搭车的话 起步驾驶是10块钱 如果你不坐那种出租车 不坐那种达标的车 那种就是顺分车的话 他要钱真的超级高 所以那天我们差不多走了5公里 他就收了40元 50块钱 要价很高 所以大家到了西藏 到拉萨的话 一定要打那种出租车 达标的那种车 我们已经从布达拉宫出来了 好 那你等着啊 就是我们进布达拉宫的时候 是不允许拿着手机拍照和拍视频的 所以我跟海里就把手机 装到口袋里边去参观了 还有就是布达拉宫的门票 你要提前在网上去预订 如果你不预订的话 到这里是买不上票的 就是你预约不了当天的票 哪怕是预约你也只能预约到明天 所以大家要来西藏 要看布达拉宫的话 一定要提前去买票 刚听很多人说 布达拉宫呢 是以前的藏王松藏干部 为了迎娶大唐公主 闻城公主 所修建的布达拉宫 而且布达拉宫也是 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 并集宫殿寺院城堡 为一体的宫保性建筑 也是藏区建筑的一个最高成就 是吧 对 参观完布达拉宫 有什么感觉 我相信 我自计问的 在这个世界中的传言之一 他们的独立的氏 有一个真正的地区 这种传言之一 这种传言之一 成为了一种传言之一 在高伤的传言之一 他说这个传言之一 准备一种 每个人都有生之年都要来看看美丽的西藏感受 古达拉宫的神秘 欢迎大家 好帅啊 哈利都已经帅了帅成钉子了 我在这里看到一个用牦牛的毛做出来的纯手工的这样一个背包 斜胯包 很有特色 就这种 这种手持瓶超级超级的多 哈利在看什么 小铲子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 大家们ihat尼 态面 当座 déb 小铷子 我们 足 火 失 洗 вик 前